吃不饱的女人一般会发出哪些信号呢 接下来我说的都是重点了 一定不要忽视了 我们都知道女人是比较感性的 所以当她们想到什么的时候 不会像男人那么直接 往往都会用一些肢体语言来表达 特别是当她们没有得到满足 休于开口的时候 她就会发出一些信号来暗示 希望你能够懂她 所以当你发现她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说话阴阳怪气的 还会没完没了的唠叨 韩娜这里疼 哎呦那里痒 叫她去医院又不愿意 也巴巴的看着你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不用考虑别的 直接喂饱她就行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虽然她处于本败投食的状态 但并不代表她真的不挑食 其实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好好的吃 如果想让彼此有一个美好的体验 彻底把她喂饱 这铺垫一定要做好 特别是在刚开始kiss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乱啃 要行续渐进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了 就是自己嘴巴的味道 别一股怪味就往上冲 这女人再馋 你吓得要嘴的 我建议你试试这个 左颜右色的口腔喷窝 左下角赶紧去想吧 基本上 меч 就要来此吃 觉得 好 希望 瓜